用索尼2022年的耳机搭配索尼第一款磁带随身听 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众所周知 我有一台和星爵一模一样的随身听 而同时我还有一款索尼的XM5的耳机 在听歌时 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如果将它们两个组合在一块听音乐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为了还原大家真实的听感 我也使用了我们的老演员 苏尔的MV7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感觉有了一种特殊的音乐体验 其实磁带音乐和胶片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在体验了复古和现代的碰撞之后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 为什么现在磁带又被大家关注起来 作为一个90后 其实我是体验过磁带的那种感觉的 所以对于我而言 所以对于我而言 磁带带给我来的更多的是对于复古 回忆那个年代的一切 它可以唤起我过去美好的回忆 磁带的摩擦声 翻转的声音 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它是数字音乐所无法比拟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磁带的 带来的复古的模拟音质 它带来了温暖的 更充满人情味的声音 还有我了解不少的人喜欢磁带的音乐 是因为收藏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比如说周杰伦 他的音乐是通过磁带 在我们之间传播的 他的歌曲是和我们的青春记忆 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喜欢磁带音乐 喜欢收藏周杰伦的磁带 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青春的回忆 一种纪念我们自己青春的方式 也许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我们经历了音乐影像 从物理转为化学 转为数字化的整个过程 喜欢胶片 喜欢磁带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浪漫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